我问一下关于保险的小孩子的 因为我听说过 如果小孩子是有什么生病 如果他是diagnosed with ADHD 还是autism还是down syndrome 就不能买保险 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我们先讲down syndrome好不好 如果孩子一出事 如果是他情况不严重都好了 因为down syndrome很多个grade 他不是一个grade 通常overall down syndrome是不能买的 你不能申请到的 ADHD是这样子的 ADHD也是有很多个grade的 如果他孩子是ADHD hyperactive的话 他不是self harming的 有些小孩子会拿头去撞墙的 可以从楼梯跳下来 第二层跳下来种 如果他不是self harming的 他不能focus这样子的 通常这样子的情形呢 我们还是能够接受 如果他不是太严重的话 我还是要注意了 我还是要注意了 他不是太严重的 他不是太严重的 我还是要注意了 他的差异的